Hello,大家好,我是Lavin,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上一期的内容 想问一下陈哥 很多人其实现在在网上说那个质借S7交付的问题嘛 你其实是比较早一批的那个订车的车主 所以你没有太多的去体会到这个交付周期很长的这个过程吗 我们那个交付周期其实也挺长的 我基本上是到了第六周提的车 就差一点点要过期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这个东西呢 后台的原因呢 我们现在也不好说 因为都是猜测 然后我们也其实也向华为去了解过 这个到底我们有花粉 花粉的群为了解一些这个原因 但实际上这个他们也是出于可能商业保密的原因 不会跟我们讲具体的原因的 所以这个都是在猜测 到底是是不是极客存在私心 在不是极客了 是不是奇了 存在私心 那个把它的比如说产能留给了新纪元 还是说其他的原因 我们现在不好说 但这个交付确实是远远低预期的 从发布到现在 可能到现在才只交付了几百辆车 可能一千辆车都还不到 那么实际上这个大量用户还是很多的 如果它有产能的话可以交到几千辆 甚至大几千辆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实际上交不出来的就是交不出来的 有很多人已经等了差不多已经到了七周八周这样子了 那么现在不是出了补偿方案吗 但现在我们就是相信这个肯定会解决掉 因为这个于春冬这个办事效率还是可以的 华为的风格就是蛮雷厉风行的 然后华为的这个风格就有一点比较激进 就这个事情它去做会非常快速的往前推 就说如果这个S7发布 比如说晚一点到了春节后发布 它可能这些交付这些问题可能都没有了 避开新纪元的第一波的交付 那么可能这些产能问题可能都可以解决的 当然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也不好说这个决策是对还是不对 但就目前情况来说交付确实是有问题的 当然出了补偿政策以后 可以看得见这个群里的声音就好多了 有些人甚至会很喜欢 非常enjoy每天200块钱的这个收入 有些人会说这个不要给我提 我等两天没关系 让其他人先提 我让我先拿钱 有些人会愿意拿这200块钱 但有些人会很急 他本来不是就想提车回家或春节的 你给不了他车对他来说 你给他几千块钱 他不在乎 他要的是回家的这个体面 所以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吧 但这个有了补偿政策以后 这个应该说整体来说 就一下子情绪上来说 就缓和了很多 你当时在等车的时候 你刚刚说也有等了六周嘛 那你其实不是很着急用的话 你应该还好吧 你这个情绪 我是这样子的 我不着急用 但是我着急想要车 我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喜欢这个车 尤其是现在电车和机械集合 结合以后 就是一个大的电子玩具 我不着急用车 但是我想就是说 更早的去体验到 这个车带来的 这个性能方面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它的这个电区 它的ADS等等这些 我想去更早的去体验这个东西 所以你像订了车 交了钱 谁不想早点拿到车 那肯定都想的 对吧 只是说交不出来 那也没有办法 那就耐心等吧 因为不是说 有些人是把车卖了 就等着提车 结果提不了车 那这些人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们 本来以为是六周 销售说四到六周嘛 那么他就觉得差不多了 先把旧车给交易了 能够每天打地上班 那么车拿不着 这种情绪会有些不太好 那么这个也能理解 我虽然没有考虑过 但是我也在关注 旗瑞现在交不出车 然后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一些内的人 也跟我分享过这些东西 就是在之前 我还不知道说旗瑞交不出车 是华为的问题 还是旗瑞的问题 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 华为对它的 合作伙伴过去上 这些都会很苛刻吧 有些人会说 因为华为太催旗瑞了 所以旗瑞交不出车 然后华为把这个东西的发布 要强行挑前面 而实际上后面 我了解了一些真正的原因 就是一些行内的朋友 跟我说 就是旗瑞的原因 旗瑞想倾一些资源 去做它的新纪元 还是想做自己的东西 然后就导致这个产能崩溃 导致现在交车非常的困难 你的那个极客007 等了多久呀 大概是三周的样子吧 不算快 但也不算很慢 三周很好了 从我角度 三周好幸福 对对对 是的 诚哥是你的一辈 我算是快的 你要想想群里还有一些慢的 那更加难受了 对因为现在我感觉了 我看到的就是群里面的一些车友 上周的时候 还是大家都在 想什么时候提车 什么时候提车 什么时候提车 现在就是好像提车的人 比等车的人还要再多一些了 就是交付的话 不算那种特别快的 但是我觉得还算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吧 也给一个 很好 对 两三周的这种 等车的这种 这种等车的这种感觉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买车 第一次感觉这个 除了比不上理想 除了比不上理想的交车速度 这已经是可以秒很多其他车企了 对理想 去年交L9 交L8这些 我是真的很佩服 他真的提前拉残的这些东西 做的真的很 做的很厉害 现在各个车企都在 自驾上面不断的发力嘛 包括诚哥刚刚也有提到 自己在买车的时候 也很在意自驾这一块 那你们对于现在的这一些自驾的功能 比如说 城区高速的辅助驾驶呀 然后还有智能泊车呀 以及一些玩法很多的一些车内交互的功能 在这些功能当中 你们自己最需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来说我主要是想驾驶轻松 那个 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经常去 比如说长途自驾出去玩出去旅游的 然后呢 我希望这个长途的这个旅程呢 是来的轻松的 而不是你整个人很紧张的 看着路面 比如说路况好的时候 你也在看大家速度都快 路况慢着 差的时候呢 跟着跟车堵车也很烦躁 所以呢 就是我希望这个开车的过程呢 变得非常的 非常轻松 我可以不需要特别的投入精力去去照顾路况啊 照顾这个周边的车啊 等等 让我开车的过程变得轻松一些 所以这个是我选自驾的一个最最核心的需求 然后车内车内交互这个呢 其实我倒不是很很在意 因为语音很方便 但是很多时候我喜欢用手 比如说副驾 我爱人在休息了 你用语音寒就不方便 我就更多的可能会用手去手去操作 比如说我要调节些什么东西啊 语音当然也挺好 免得你去一节菜单 一节菜单的去调出来用 但是有些快捷的功能呢 我觉得还是有按键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 比如说我现在上下班 就是一直在辅助驾驶 然后我就可以非常轻松 我只要它够安全 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系统 系统不够安全 不可靠 那还不如没有 因为你在整天地方的 它是不是会出错 这个肯定还不如自己开了 会省心一点 你刚刚说到安全这一块的话 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 华为不是有在网上出很多 它的AEB失灵的那个小视频吗 你当时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呀 对 我其实很了解这个东西 因为我是比较在于这个技术的 AEB其实不是失灵的问题 AEB它的触发有一定的条件 你知道有一辆M5倒车 把后面的车给撞了 它那个AEB是在大角度转向的时候 它的AEB是不启动的 因为它不和驾驶员抢夺控制权 就如果你的转向角度超过 好像40度还是多大 那么AEB就会被关闭的 另外呢 如果你深踩油门 AEB也是关闭的 车子的系统呢 它会希望你不要去干涉 因为在紧急情况下 如果你想要控制车辆 如果系统又给你干涉了 那么这时候反而会更加危险 所以它有它的这个一个边界 就是在什么边界下 允许你试机操控 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系统来帮你去刹车 这个呢 具体的这个边界呢 可能需要去调节 比如说你方向盘到底到多少度的时候 介入还是不介入 那么这个东西呢 范围可以去商量 但是呢 我看到那些视频呢 就是基本上都是因为有条件不满足 要么是有生产油门了 要么是有快速转向 或者大角度转向 那么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 它AEB就不能够激活的 它那个手册里 有一系列的这个AEB触发的条件在那边 所以如果你不满足 它就不会触发 因为它这个基础条件 就是不希望系统 就完全取代了人类控制权 比如说有危险的 你想要加入逃避一些危险的时候 车给你杀住了 那大火车过来了 那不是更加危险 还是把权限 有一部分的权限 是交给人类来控制的 刚刚诚哥说了这么多 关于支架这一块的一个想法 21呢 你对于支架的话 你自己最需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 对于极客来说 有就行 有就行 开玩笑 我现在阶段 我是希望它有更好 更使用的那个辅助泊车 因为我这几天用下来 我发现就是它在没有划线的区域内 它的那个泊车是没有华为的好用的 因为我之前也体验过 华为的那个泊车确实挺好用 虽然说它会有一个花里胡哨的 那个支架泊车的功能 但实际上 感觉这个功能其实不太用得上 算是一个比较炫技的一个功能 但实际上它在实际使用的上面 我今天经常会遇到一些没有花线的一些体验 它都直接就检测不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快速去更新 去完善它的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上班 然后所以也不会说去早晚高峰堵车什么 但是我过段时间会去上班 所以我希望在我上班的时候能快一点退一下 退一下程序辅助 然后我在堵车的时候能有个好一点的心情 不要那么抗拒上班 你们现在心中有没有一个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 但你们比较想要的一个支架功能 会是无人驾驶吗 这可能比较远一点 想要肯定想要 但是这个感觉有点遥遥无期 所以也不太想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它取决于 它不仅取决于你自己 还得取决于你在路上遇到的其他时机 觉得你可能无论驾驶了 能够其他很多人类司机在那边开 它不一定就是完全按照机器的预判来做它的行为 所以真正的无论驾驶还是比较危险的 如果说大家都是无论驾驶了 全部都是统一的系统在调控 那么车与车之间有系统的这种联络的话 那这个相对的是安全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那么才能够实现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需要很多年 现在勉强算是L3 国家还没有放开 L4肯定就需要好几年 然后再到L5也许五年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毕竟路上还有这么多 不是连L2都没有的邮车在路上开 我觉得主要是把这个功能做得更可靠 因为路上的这种corner case 就是这种意外的这种事件是很多的 华为虽然所有它的这个GOD的这个算法 还有个RCR的算法 但是毕竟还是需要不断地去优化的 过程中呢就是当然车辆 随着车辆保有量的增加 那么道路数据的采集的增加 那么这系统肯定会优化的更好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系统呢到优化到 那么现在是比如说大概准 可以算是准L3 能够能够向L4去过渡 能够做到基本上可以做到 我不去接手 我不用去摸方向盘 那么到这个程度呢 我觉得这是我能够能够去想象的一个比较美好的场景 真正的无论驾驶 我躺在后排去 这个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至少在这个中国的路况下 我觉得挺困难的 如果放到欧美的环境下 可能容易实现一些 因为相对欧美司机开车呢 比较守规矩 比较尊实 比较尊重道路规则 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机呢 对道路规则的尊重度还是差一些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觉得现在的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所谓的功能可以这样实现的 因为我能想到的一些 现在关于支架的一些功能 基本都实现了 只是做得好和做得不够好之间的差别 而且我觉得就算我认为很强的华为 在支架上面 也是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 更别说极客这种后来者了 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的期望 就是它能更加安全 更加好用 这些硬性要求上面的基本都 基本都有了 就像之前那个华为演示的那个 代客泊车嘛 我一开始觉得 哇这个功能好厉害 后面发现 等一下如果如果如果真的 真的被蹭到了怎么办 因为没有任何 现在也没有任何法规说 你可以让这个车自己在那个 在那个车库里面 自己去找车位 你那种你那种落 下车让那个车自己泊车 你其实也是得盯着的 如果在你不盯着的时候 撞到了什么东西 撞到了什么人 这个东西 好像现在也没有一个 比较靠谱的说法吧 所以我觉得很多像这种 花里胡哨的功能 它的功能需要你拿着手机 一直在视频监控的状态下来执行的 就是你不能够脱离 你不能够脱离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 好像没有什么用 它用起来又很麻烦 在某些场景倒是好的 比如说你去逛一个大的商场 然后你的停车位可能很难找 你可以让车去去帮你去拨车 比如说你该干嘛干嘛去 然后你也不用去找车位 等你逛完街了 然后拎着包下到地库 你把车召唤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大商场这个地库很迷的 方向还有多层的 这个就比较麻烦的 我们有时候去逛街也会这个体验 当然这个东西需要车库的 这个跟车要互动 车库里需要安装一些设施的 需要一些设备的 有通讯的需求的 所以这个实现可能需要有一点时间的 只能说可能在某些城市的某些商场 逐步的开始有实施 就解决了某些人的痛点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大城市的一些拥挤的车库 它车位特别紧张 你车停进去门开不开 那么车开很远的 你就是在那面前看着倒进去 但你人下来了 对吧 这样这个应用场景可能也解决一些痛点 就看需求 正常上下班工厂门口停车上 停车很大 自己回到家里停车库位置很大 这个东西就没啥用了 所以满足一些人的需求 我们刚刚其实也聊了很多 包括也聊了很多其他的车型 那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 后面会有一些 要上市发布的新的一些带期的车型 比如说像小米苏7 还有一个吉月07这些 你们对于他们有什么期待吗 我本来是个米粉来着 我除了手机不买以外 我买了小米的智能家居 非常多东西 我家里有一百多个小米的硬件 我买的是小米的智能家居 华为的智能家居 就是在我买的时候 华为还没有成气候 它的周边配料很少的 即便在现站也很少 就小米的这个智能家居的 它的生态链已经非常完整 几乎你能想到的几乎可能都有 那么但是呢 我从来没有买过小米手机 也不会买小米汽车 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小米的这些智能家居 你可以说是价廉物美 它确实价钱比较便宜 比起苹果的那些智能硬件来说 便宜太多了 比华为的智能硬件也便宜很多 问题在于它的这个稳定性和可靠性 我基本上很多硬件 我基本上是两到三年 我就得换一个 便宜但是你得换 一段时间以后 它可能就失灵了 离线了 不能用了 不响应了 有时候呢 就是它会晶来好用 明天又不好用了 会存在这种问题 就是它的产品的可靠性 就有点问题 但是呢 因为智能家居这东西呢 你不存在这么安全 很多时候我就是玩 我是理工男嘛 我会改账 我会把它的产品买来 我把电路板拆开来 跟我其他的硬件 进行组装啊 焊接啊 我就做自己的硬件的东西 主要是玩 有时候觉得 哎呀 挺方便的 我人在国外 我还可以搞家里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这东西相对来说 不存在安全性啊 最多就是不能用嘛 最多就是你可能控制不了它了 但是你不至于发生 就是你生命啊 或者你的财产 受到威胁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可以 我随便买 我买很多 但是呢 到了车这块呢 嗯 我肯定会会有这种担心 因为我用它的其他产品 我就感觉它的可靠性是 没到了可以信任的程度 而且它的手机产品也 其实也是这样的原因 我不买 因为它手机产品也是稳定性 会差一些 所以呢 车也许呢 它的车造的 用了新的团队啊 也招募了这个 这个行业的人产 也许它的这个 风格啊 方式可能不一样 车产品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因为前面的都技术在那边 所以小米的汽车 我肯定不会买 那21呢 我看了一下 如果要谈多一点 然后我就 每个都简短的说一下吧 比如说 小鹏PC 整体的东西 都有点太老了 无论是它的内饰 它的设计还是比较好的 当然它的设计 也是好多年前的了 嗯 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挺好的 主要还是它的整体的一些电器 电器架构啊 然后它的一些这些东西都会比较老了 小鹏确实得快点更新PC了 以前我还蛮喜欢的 两年前还是有有点想买的 然后像小米的苏七的话 说实话 我之前跟夜内的朋友聊天啊 这些东西 他跟我说造车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团队 协作的一个事情 它的一个团队是需要去磨合五年 甚至说八年十年 这样子才能做得很好的 而实际上 讲一个稍微真实一点的 就是小米确实 从吉利挖了很多人过去 我会觉得 它这个车应该不会差 但是因为毕竟也是新团队 它磨合啊这些东西 这个车 我觉得毕竟会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它的造车的理念 它的一些追求 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我觉得它造车车不会太差 只不过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团队太新了 然后就是吉月零七 之前看过看过那个图了 我觉得这车真的蛮好看的 但是我还是信不过百度这个企业 说实话 就很不喜欢百度这个企业 说实话 如果不是百度做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我还是我还是蛮喜欢的 特别是吉月零七 因为觉得零一已经蛮好看的了 而且它的一些PPA 它的一些那些交互 那些东西都做得蛮好的 而且也是以它换口的007 它的操控那些东西也做得挺好的 主要还是因为百度 这个企业这么多年了 我就从来从来没有喜欢过 然后之前在十七就不用说吧 华为天下第一 华为天下第一 在你们心中一款理想的车 就是一款比较好的车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都说理想了 那肯定空调沙发踩电 不是 死理想非比理想 我觉得没有一个特定的框架 因为取决于你去干什么 比如说我要去长途去自驾的话 我就希望这辆车安全性第一 舒适性第二 因为长时间驾疲劳 我还要需要它好开 对吧 因为长时间你在路上 如果噪音颠簸 你旅游的心情就会很糟糕 如果为了这个目的 那么我就会从这个方向去考虑 那么我需要一台大一点的 空间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舒适性比较好的 然后自驾功能比较强的 但是我如果在室内开车 我上下班 我就希望一台灵活的 体积小一点的 然后对那些 就是舒适性的配置的要求 就会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这个取决于 我在什么场合去用一个车 你要说全部融合在一起 一辆完美的车 可能就比较困难 那么只能说你在 你基于什么样的 主要用车目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个什么样的车 所以我在我家里 我就是完全就分开了的 我订了辆M9 我就是为了我的长途的旅行 S7型可能是主要是我爱人开 但是我在室内开的话 因为它很少碰错 它一个月只开300公里 所以这车可能其他时间 都是我在开 然后我可能在短途 室内跑跑 去商场 那么这辆车 就因为它相对来说 还是会更灵活 更小一些 你就会更适合 在这个用途下去用 所以就看怎么样 去做个组合 如果家里两辆都是大车 那肯定就很难选择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没有一个完美的车 只有一个在你不同的 使用情境下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车 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刚才给 极克利利器打十分 就是这台车 就是我理想的车型 去点前年的时候 就差点要买一台 极克利利器 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然后为什么没买 还是因为这台车 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当时纠结了很久以后 就想通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真的是需要 一台B级的轿车 一台好开的 B级的精致的 B级的轿车 而实际上当时社会上 只能去年上半年之前 都没有一台车 是能够满足我这个需求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一个理想的车 就是像 极克利利器 这样一台车 它的设计 它的设计 它的细节 这些东西 可以满足到我 它的品牌调性 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好的 很向上 然后它的 性的操控 也非常的得心应手 我会非常愿意的 驾驶它 然后 它的一些这种舒适性 然后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的价钱 不会很贵 它是我买得起的 这些车里面 我最理想的一个车型 因为说实话 如果说我买不起的话 我可能心中理想的车型 是那个 昨天才发布的 那个 路特斯的 那个 那台车 我看了 走不动到 但是因为 实在是太贵了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要现实一点 它就基 肯定是基于 我买得起的车型 我没有办法 像诚哥一样说 买一台轿车 然后再买一台50多万的SUV 没有这个实力 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希望 就是一台车 能够满足到我的这些需求 那这就是理想的车型了 甚至我觉得超乎理想 我真的以前 以前我看的一些B级的样车 都是什么 Model 3 P7 这些车 说实话 真的理满足 我实在是还是 还是有蛮大的差距的 程序用车 B级车更好 就是我的ST车 选大一些 对对对 而且家里每个人都有车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考虑 后排什么的 不需要大的空间 然后我也不会在车里面 装它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它非常的好开 几乎所有的实用需求 都可以满足到我 我觉得这不是 这个不是理想的车型 那什么是我理想的车型 我想不到 嗯 嗯 对能看得出来 大家对自己的车 都非常的满意 那我也很期待 就大家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到时候来看看 嗯 自己的体验怎么样 嘛 那嗯 结合了很多期下来 其实大家在聊到 嗯 买车建议啊 或者是说 自己觉得内心里面 一台比较好的车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那嗯 大家都有谈到了一个点 就是每个人的需求 都不一样嘛 就买车是一个 很个人的事情 那喜好也不一样 需求也不一样 所以嗯 大家就只能够 从个人出发 就认清楚自己 想要什么 去选择一台 最适合自己的车 对对对对 而且我反 反而我觉得 其实我接触了很多 加入42的那种 兴趣群啊 那些我会发现 其实很多人买车都都 其实对自己的需求 一点都不明确 明确自己的需求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好呀 那两位没有别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这一期 就到此结束 嗯 就聊了非常长的时间 我收获得多 辛苦辛苦辛苦 非常感谢两位 辛苦大家 那就拜拜 嗯 拜拜 辛苦辛苦 拜拜